第一阶段就是要完成各项研制和建设任务 这里面包括我们要完成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 新一代的载人飞船 我们登月的月面着陆器 还包括登月符 载人月球车 等等这些飞行产品的研制 还有我们要补充建设文昌航天发射场 以及刺控通信着陆场等相关的地面设备设施 第二阶段就要进入到无人飞行的验证阶段 这个阶段如果任务顺利 我们将进入到第三阶段 就是载人登月的飞行阶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